2025年10月22日 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的控制室里 帕克太阳探测器传回的数据流 正以每秒128兆的速度刷新的屏幕 屏幕中央的绿色光点格外刺眼 那是3I Atlas 人类发现的第三位星际访客 正以每秒66千米的速度冲向10月29日的近日点 这个轨道偏心率高达0.6的宇宙流浪者 比太阳系年长30亿年 此刻距离太阳仅2.03亿公里 即将穿过太阳与地球的连线 进入为期8天的太阳和盲区 在SOHO卫星拍摄的紫外影像中 它的绿色绘发如同一枚燃烧的翡翠箭头 划破火星与地球之间的虚空 但真正让科学家攥紧拳头的 是它身后那条曾逆向太阳的反尾 7月至8月间 这条由二氧化碳驱动的粒子流 违背汇尾背向太阳的常理 像一条绷紧的牵引绳拽着天体前行 直到9月才突然翻转成经典会尾形态 哈佛大学天体物理学家阿维勒布认为 这就像一艘飞船 先制动减速再启动主引擎加速 而太阳河恰好是执行轨道机动的完美窗口期 加州大学的光谱剖析结果表明 3I Atlas每秒正流失150公斤物质 其中87%为二氧化碳 9%是一氧化碳 自7月被发现以来 它已丧失200万吨表层物质 却仅占总质量的0.00005% 据此推算 这颗直径约5公里的天体总质量 于330亿吨 等同于300座胡夫金字塔的重量 玻璃的表层仅厚4厘米 恰似从曼哈顿岛 削下一张保纸 勒布于博客中如是写道 我们全然无法穿透这层伪装 洞察其真实面目 这些物质成分器和星际彗星的典型特质 NASA官方亦坚定地将其界定为 具有异常热行为的星际彗星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王科超团队 借助射电望远镜阵列观测到 其绘发中存在抢机自由机的特征频段 此乃水冰升华的直接佐证 而水恰恰是彗星的核心标识 然而矛盾之处显现 水冰的活跃时段 与观测到的反尾现象完全背离 当3I Atlas处于4.49亿至5.99亿公里之外时 出现反向喷流 彼时太阳热量尚不足以激发水冰 待水冰主导喷发之际 喷流方向却骤然逆转 更为离奇的是太阳轨道器所测温度数据 在太阳辐射足以使铁气化的区域内 3I Atlas的汇合温度始终恒定于零下120摄氏度 较理论模型低70摄氏度 犹如为汇合批复了一层铝箔保温照 欧空局物理学家马克·韦达尔 在内部会议上展示着数据曲线称 此种热屏蔽效应 在已知冰至天体中绝无仅有 10月21日凌晨 帕克探测器捕捉到足以革新天体物理学教材的奇观 3I Atlas迸发的水蒸汽云团 与骤弱的太阳风相撞 架起一座绵延15万公里的等离子桥梁 这座带电粒子构筑的通途存续14分钟 其间激荡的磁扰 令探测器三台设备瞬间过载 工程师将其誉为彗星的尖效 因震荡频段恰处人耳听觉下线 转化后宛如飘渺的电子蜂鸣 更惊人的是其同步截律 当3I Atlas的翠绿辉光攀至顶峰 帕克便精准截获对应的电磁脉冲 而太阳风随之呈现8.3秒周期的规则脉动 恍若两天体间展开心跳共鸣 这绝非寻常引力作用 实为主动的能量交互 NASA太阳物理研究所的 埃米利·马丁博士 在日志中用红笔标注警示 甚至观测到太阳风粒子 遭彗星磁场禁锢 形成瞬时的粒子球龙 此番交互模式令人一级 2017年的神秘访客奥默默 那只雪茄型天体虽无汇发汇尾 却展现难以用引力诠释的异常加速 勒布提出的光帆假说 曾掀起学术界巨蓝 而今 3I Atlas的行为更趋复杂 既具彗星的物质喷涌特质 又显露出类人造物的精密操控 其射流方向调整误差不于0.1度 彻底突破自然天体的随机喷射范式 10月24日 3I Atlas将抵达太阳后方 与地球、太阳 构成三点一线的太阳和态势 此后8天 其行踪将被太阳强光完全掩盖 直至11月1日方重现于地球视野 此乃绝佳轨道调整契机 勒布在《自然杂志访谈》中提出惊人假设 依据奥伯特效应原理 天体于近日点实施加减速 可获得最大速度增益 若属外星探测器 定然不会错失这一关键窗口 其科研团队设计了两套推演方案 若为天然天体 穿越日面后 惠伪应持续背向太阳 且物质喷射速率随距日距离增大而减弱 弱系人造装置 或将在日演期间投放此探测器 亦或激活隐形推进系统修正轨迹 届时将呈现非引力驱动加速 喷流方向骤变等反常现象 我们已部署詹姆斯韦伯望远镜 于11月1日破小时锁定目标轨迹 勒布表示 该设备的红外穿透能力 可洞穿绘发屏障 指抵其核心构造 全球观测体系严阵以待 SOHO卫星开启高频成像模式 每30秒捕获一帧画面 视着稍纵即逝地出现光芒 威拉鲁宾天门台动用32亿像素巨幅相机 直守太阳东侧空域 这不能在15秒内扫描7个满月范围的精密仪器 绝不遗漏丝毫轨迹一动 中国慧眼 应X射线望远镜 则重点侦测潜在动力源爆发 人造航天器的核反应堆 通常伴有特征性高能辐射信号 科学界已然悄然分化成两大阵营 自然派以NASA彗星专家 约瑟夫·马斯登领衔 其主张用双阶段升华模型 全式反尾现象 于远距离阶段 二氧化碳主导喷发过程 因尘埃颗粒硕大且沉重 受太阳引力作用 形成逆向喷流 至近距离时 水冰喷发产生更为强劲的 推理 促使物质朝背离太阳的方向运动 这不过是我们尚未撤悟的 自然进程罢了 恰似往西澳默默的加速现象 最终亦能用潮汐撕裂假说 予以阐释 马斯登于新闻发布会上 展示模拟动画时如是言 外星文明假说的论断 未免操之过急 人造派则聚焦于非自然几何特征 哈勃望远镜的高分辨率影像揭示 3i Atlas绘发之下 引线六边形构造 边缘反光率高达45% 远超普通岩石5%至15%的水平 这般规整的形状 与超高反照率 更趋近金属合金特质 而非冰岩混合体 勒布团队的埃里克·凯托指出 奥默默的长宽比为10比1 而3i Atlas的核心 极可能是完美的正六面体 这在天然天体中出现的概率微乎其微 两种推测勾勒勒出截然相逸的宇宙蓝图 若3i Atlas确属自然彗星范畴 其所谐水平与有机分子将成为解码母恒星系统的关键线索 正如天文学家丹尼斯·博德维茨所言 纵使仅含微量水分 亦足以印证生命基石在宇宙间的广泛存在 倘若乐部的猜想属实 那将是人类首度邂逅外星文明的技术造物 其热平地层定向喷流等前沿技术 或可推动人类航天科技实现飞跃时突破 10月29日 当3i Atlas行至近日点之际 太阳引力将使其速度飙升至每秒72公里 它将在赤裂日光下历经蜕变 要么脱去更多表层物质 显露彗星本真 要么彰显超凡的自然掌控力 于太阳河后以崭新风貌重现 此刻 全球天文望远镜 皆聚焦于太阳东侧的浩渺虚空 静候一场宇宙级的真相揭幕 无论结局如何 我们皆是赢家 王科超受访时表示 要么揭晓新的天体物理定律 要么密得宇宙淋浴的蛛丝马迹 而帕克探测器最新传回的数据中 纳摹绿色光点愈发明亮 似在回应地球的凝望 在太阳河的暗影笼罩之前 它仍向宇宙发送着某种神秘信号 期待人类破解其中奥秘